這個是水平的,要把它轉 這個地方轉的方向你可以參考一下完整檔 就是要這樣轉 這個順時針方向旋轉 我剛剛講,你可以濾氣裡面用什麼 扭曲裡面有個旋轉 用這個扭轉 扭轉效果 直接改成999 特別注意,你不要轉錯方向 可以參考一下應該是這個方向 所以你拉到99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第二個要做什麼 風動的效果 所以風動的效果的話 我剛剛講過 可以從濾鏡裡面的什麼 濾鏡裡面有一個叫風格化 風格化有個風動的效果 那基本上看起來 剛剛的那個部分應該還蠻強烈的 那另外的話方向記得從左邊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有這樣的效果 你可以跟完成的檔案比對一下 似乎很接近的 但是我試了幾次發現 好像最好可以做兩次 一次是強烈的 一次是這個輕微的 OK按確定 那就會有做出比較接近 比較接,因為它感覺上有一次強烈 有一次比較輕微的 所以兩次 甚至你可以再多做一次輕微 可能會更接近吧 反正這個地方 做出來的效果 你比對一下 只要越接近越好 至於做多少次 反正這個部分你可以自己再調一下 OK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有風動的效果 所以以後你可以 假如試試看 如果說以後 你要在一個人旁邊做一個風的吹過的效果的話 其實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還要做什麼 再來就是做出陰影的效果 陰影的效果 什麼叫陰影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 後面的部分 本來背景是白色的 但是你會發現 它那個在邊緣的地方 有點像太陽照過之後 底下是黑 有點黑 有點陰影的這個效果 那一般 如果你今天一個圖層上面 你要有做出陰影的效果 怎麼做會是最快 很簡單 其實以後你把你自己變成圖層也可以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你那個圖層的 特別注意喔 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在這個小圖式上方 它裡面躲了一個機關 之前我們是按右鍵 有用過一個選舉像素 在那個宋春裡面還記得吧 就是我要把那個 那個宋春兩個字選起來 變成白色的 有沒有 用選舉像素會是最快的 但是像這一題它不是按右鍵 它是左鍵點兩下 所以特別是 這個圖式喔 記得喔 你不要那個點錯 不要點這邊喔 記得點這個小圖式 快點兩下 它的機關就會跳出來 這個叫什麼呢 叫圖層的樣式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圖層裡面 我可以做出這麼多的效果 其中的話 有一個一定是所謂的陰影 那也就是說 你未來喔 只要有一個圖層 如果說你希望有做出陰影的效果 就可以從這邊去處理喔 那比如說你一個字喔 要怎麼樣做出有陰影的效果 其實也可以從這邊啦 你打個字有沒有 字打上去 那個字本身本來是沒有陰影的 你要做陰影 其實很簡單吧 把那個圖層點兩下 打開來就可以看到 那可是問題陰影要怎麼去設定 很簡單 直接請你把那個陰影的這個地方 前面這邊的打勾 請你先把它打勾 打勾完之後呢 請各位喔 選一下這個陰影的這個地方 點一下 那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先打勾 表示說我要設定那個陰影的效果 第二個點擊這個地方 它會在旁邊顯示什麼 陰影的相關設定 那有哪一些比較重要 第一個 顏色 你背後的陰影到底要什麼顏色 那因為這一題剛好是黑色啦 可是以後喔 你的陰影不見得一定要是黑色 你可以是其他顏色都可以 OK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底下主要最重要有 一間距展開尺寸 主要是調這三個 那怎麼樣調 才會調出剛剛好啊 其實大概間距 這個間距5 我印象中可以不用調 那你要調也可以啊 有沒有發現 欸 有沒有 這個感覺就有點像 光線從哪個地方來 那你可以去調整它的間距 那基本上這一題喔 印象中這個大概是5左右啦 就不用動喔 那展開多少 你可以看一下 展開越大喔 有沒有發現 它旁邊那個 欸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基本上喔 我印象中大概展開20就好了 大概20 那尺寸的話呢 就是這個陰影的尺寸 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多 太多了 有沒有 越來越小 那多少才恰當 我大概試了一下啊 你們自己也可以試試看 大概15左右 也就5 20 15啦 大概這三個數字 是接近的 但是 至於要非常精確喔 恐怕你自己試試看 因為這個很花時間 坦白講 你必須怎樣 做完之後 切過去看一下 欸 看一下有沒有接近 那沒有接近 比如說哪個部分缺了 你就要去 再去調整哪一個 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陰影的話 有三個最重要的尺寸 就是一個是間距 展開 跟尺寸 那 請各位自行再去調整 我大概給一個 接近的數字喔 就大概5 20 15這樣子喔 那至於那個角度 角度部分的話 看你是不是要調整呢 它是120度 光源 所以你這個地方 光源也可以再調整 因為不同的光源來源 它的那個陰影打下去的結果 當然也會不一樣 OK 那 理論上我印象中好像沒有調整啊 OK 那這個地方 陰影就按確定 那我們就會陰影出現了 那你可以比對一下 欸這個陰影的效果 好像它又更多一點點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再把這個陰影的效果 再多一些些好了 好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三個 就是我們基本上已經做到這邊 這個題目的第三個 陰影的效果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第四個是 把那個背景的部分加過來 用什麼 用放射狀 放射狀模糊的濾鏡 那也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 它背景這一張圖 欸 其實就是哪一張 就這一張嘛 我把它 欸 我這個已經做過了 OK 恢復是這樣子 但是你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剛剛那個效果 也就是整個是旋轉的 而且不是亂轉 它是放射狀的一個旋轉效果 OK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它做出來 那基本上 這個裡面 它好像有一個提示吧 它是說什麼 用那個放射狀模糊 放射狀的 那其實之前好像我們 有沒有印象就是說 我們有做過相關模糊的設定 好像在那個哪一個 106吧 有做過那個背景模糊 就是讓景深 景深變淺 有沒有 有點像那個單眼相機拍照的那個效果 我們好像有用過那個高濕模糊 有沒有 那也就是你把背景選起來 你可以把背後變模糊 有點類似單眼相機的那個效果出現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長鏡頭 一拍出來 奇怪 那個model都很清楚 背後跟前面都模糊掉 這個其實就是景深的效果 那其實 單眼相機這個部分 那是它的優勢 那如果你用那個什麼 你用那個 你的手機 或者你用傻瓜相機 這個景深的效果 導致比較不容易拍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如果當然你要後製的話 你可以用 我剛剛講這個部分 你可以用高濕模糊 那以這一題來看 它不是要模糊 它要除了模糊之外 它還要旋轉 而且怎麼樣旋轉 它要放射性旋轉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什麼 放射狀的一個旋轉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直接用濾鏡裡面的那個什麼 濾鏡裡面的那個 這個所謂的那個 模糊 然後放射狀模糊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總量有沒有 越少 越多 那應該是多少 其實我大概試了一下 差不多45左右 總量 預設好像是10吧 那你就把它這個總量多一些些 不然的話它轉出來 可能不如於一起 所以我大概總量改 其他都沒有改 一樣是旋轉 不是縮放 那品質的話就是加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轉出來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再跟那個完成的檔案 比對一下 看起來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這一張圖怎樣 放到我們剛剛的這個的後面 那怎麼放過來 其實很簡單 我的習慣這樣乾脆就Ctrl A Ctrl C 然後切過來之後的話 Ctrl V 可是Ctrl V之後它會怎麼樣 它的圖層是在上面 有沒有它貼上之後 它會把剛剛的圖層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貼上有沒有 圖層它現在是在它的上面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圖層往下拉不就好了 拉到哪裡呢 拉到下面圖層1的下方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這樣OK了有沒有 所以Ctrl A就全選 Ctrl C切過來Ctrl V 那再把圖層的順序 換到後面去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背景的部分 那再來還有什麼 再來就是 採檢 也就是說 這一張圖的尺寸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了 先記得 把那個文件的尺寸 改成 本來公分有沒有 記得改成像素 OK這個很重要 因為 如果你希望 讓人家感覺你是 稍微有點專業的話 記得用像素 或者叫Pixels OK 那千萬不要用公分 或者是英寸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一張圖 做一個採檢 因為這個是高度 是640 我希望把這個640的上面部分 再採掉 採的大概差不多80吧 這邊是80 拆掉 那最後這個地方留下是560 OK 那用什麼方式來做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 或者是在影像裡面有個尺寸 版面大小其實都可以 哪一個比較簡單呢 我想最好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 那最簡單是你可以用那個 影像裡面的這個版面尺寸 那版面尺寸的話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寬 這邊有個高對不對 那它會告訴你這張圖 就640x640個Pixel 那你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改變的是這個尺寸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尺寸把它改成560 題目裡面好像有一個 有個那個高度把它改成560 那問題是 你到底要扣掉的是哪一個方向 它上面有好多毛點對不對 請特別注意 因為我要把上面的這一塊給去掉 所以記得你點的時候不要點錯了 點錯 如果點這樣 我按確定好了 OK 確定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的 他說 新的尺寸小於高度 這個好像是新的尺寸的採檢 那這個尺寸部分 我想我們最後剩兩個部分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這個尺寸 就是調整尺寸 跟把置放過去 這個先到這裡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謝謝 我超過的 和歐洲